有些网友吧 他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他说我这个人吧 我做了节目吧 负能量太多逢中必返 那咱们今天来聊聊这个比较温和的话题吧 在油管上相信有很多海外华人吧 大家都是过来人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看过 有一部连续剧啊 北京人在纽约 很多人肯定都看过啊 这部连续剧吧 它是93年拍的 就是你现在你要是看的话 你会感觉这里边讲了很多故事啊 只有在海外生活过的华人 才能够体会到这个剧中的里面的一些情感啊 这部连续剧吧 当年也是一个刷屏的神剧啊 前段时间我也是手机不理手 哗啦啦就刷了一遍 我就感觉这部剧啊 它是超越了当时的时代成为了经典 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 是因为啊这个内容非常真实 你就是放到现在一点也不过时啊 这个北京人在纽约 实在虽然说它在变 但是人性它永远不会变 人性是它是不会变的 那咱们就聊聊聊这部剧吧 这部剧啊 开头第一集就讲到一个可能会招骂的反派啊 姨妈这个姨妈的模式呢 说这个王启明夫妻啊 他落地到了美国的纽约 纽约的时候这个姨妈 他是不知道迟到了多少时间才到了这个机场 把这个王启明夫妇给接走啊 就在这个姨妈这个王启明 他在车上还兴奋的喊着纽约我来了 好像我是要来征服纽约一样 感觉自己很牛啊 是吧 这兴奋劲还没过去呢 姨妈就把他们丢在一个地下室门口 就撂下一句话 第一个月房租已经交了 再给你500美元的现金 工作的事情已经给你找好了 明天去看一看吧 我有事先走了啊 姨妈这个一红油门走了 留下王启明夫妇在那懵逼了 怎么回事这是啊 就这么丢垃圾似的把我们丢在这个纽约了 东西南北还没分清呢 石沙还没倒过来呢 这个姨妈太不够意思了 不够意思不够意思 你怎么着你也得带我们转一圈吧 什么纽约曼哈顿了 实在广场了 你再吃一顿西餐了是不是 是不是是吧 而且你不是说你姨妈 你在美国混的好不是有别墅吗 说好的别墅怎么就变成地下室了 这个王启明在电视剧里 把他就一口抽一口烟 一句他妈的抽一口烟一句他妈的 然后这个表达情绪吗 那时候郭燕他说了一句话 非常关键一句话 人家姨妈不欠我们的 是我们要来美国的受不了你回去啊 是啊 人家姨妈不欠我们的 是我们要来美国的受不了你回去啊 这个人与人之间啊 你一定要理性的分清楚这个利益关系啊 你拿这个姨妈啊 就是这个这个街机就是这一段 你就画一条线啊 如果一个人吧他来到国外能有个人在机场接你啊 带你去转一转啊帮你租房子请你吃个饭带你去逛超市买生活用品 在这之前他不欠你啊 如果要是一个非亲非故的一个海外朋友能付出这样的时间跟精力去帮你 让你能有一个充分的缓冲期去落地 我觉得能有这样的朋友就已经是非常够意思了 坦酷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 不过呀你帮人啊帮人度过这个缓冲期也得有一个界限啊 得有一个度把握一个度 一个不小心你那个帮一个仇家出来 就是在这个农夫与蛇农夫与蛇的一个故事啊 在海外华人圈太多了 咱也不举例了 哪里都有啊 要适应海外生活 其实比适应北上广更难 生存是第一要务 活着是第一要务 其他的事情通通靠别站 甚至来说道德都要靠别站 真的是 你看那个电视剧啊 王启明他是带着音乐梦想来到纽约 但是他在解决这个虎口的这个问题之前 他没有拉过一次琴 他有梦想啊 他即使是几个人打地铺挤在一个合作屋里面 他那个大提琴啊都带着放在那个床床床床旁边 你说他带的呀 不仅仅是一把琴 他带的更是一个不符的信念啊 他想啊 老子拉了几十年琴 老子是艺术家 就靠这股的精气神活着呢 最终这个王启明吧 他获得了一个创业的机会啊 而且是从他的情人那里啊 取得了第一桶金 而他的竞争对手吧 竟然也是导致他婚姻破裂的那个轻敌啊 而且扶持王启明创业的那个安东尼 也是为了就是说他为了自己的商业的利益最大化 给这个戴卫扶持一个竞争对手 去打击戴卫才去扶持这个王启明 你是现在王启明他现在婚姻破裂了也创业 但是呢人也变得很理性了 感情的事情他是已经都是已经是过去式了 他跟那个戴卫做竞争啊 他更多是为了自己生存的需要 因为他明白啊 他再也不愿意回到过去了 因为打工太苦了 在纽约大年30 零下十几度纽约很冷的 为了两美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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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 骑个自行车要送几公里的外卖 才赚两美元 很苦的 零下十几度啊 是吧 这就是打工生怀 这就是海外的打工生怀 很多人都是都是这么过的啊 虽然说不是送外卖 但是也类似啊 你看我在这边欧洲 我知道吧 有很多人吧 他每天只工作 他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 但是每天只能赚了30到50欧元 全年无休了 有一些工作工种 他是这样的 很多人呢 他因为这个工作乏味啊 他枯燥啊 他变成精神分裂了啊 他工作的时候他自己跟自己说话 因为他12个小时在工作 他没人跟他说话 他就只有自己跟自己说话 大部分海外华人都是苦过来的啊 但是也有些人他就是觉得我在国外我不用去做苦力就可以生活的很好 但是有些不平衡 但是我觉得这每个人的心态都要放都要放宽啊 因为我我我的经历我不一定符合你啊 你我之前我也是经历过一个非常痛苦的三观重塑过程啊 三观破了再再见见了见了再破啊 从一个傻逼慢慢变成一个不是很傻逼的一个人啊 那时候我才开始尝试着动笔去写字啊 你带着之前我是很多次怀悦人生的 活着活着有什么意思呀 挺过来了 你说你说之前写文章靠脑子吃饭 那我也是经过了好几年的磨难呢 一边写一边思考一边被人骂 后来市场认可你了 愿意买账了 你能够养家糊口了 那这才有底气让自己从事这个脑力劳动啊 啊有些人看我干干这个啊 就是说能够养家糊口是吧 也心血来潮 但是我教他我再怎么教他他这个这也不行 关键还是靠自己嘛 啊我弄这个其实咱也不是说是为了钱 我最重要就是说想通过我的视角吧 想向我得我得向这个世界来传达我的观点 发出我的声音啊 你要说我现在对他的挑战是什么呢 好像是我这个长相问题啊 下巴太僵了 嘴巴太小了 口才也比较差 嗓音也比较干 没有磁性 没有现实扭曲立场 对吧 这完全不是个上镜 那总的说如果大家不喜欢我这张脸呢 可以取消订阅啊 这个脸脸是爹妈给的 改不了啊 你神丑也没问题 凤姐不也是神丑吗 没问题 你们开心就好 我无所谓啊 扯远了 咱说这个话说 再说这个北京人在纽约啊 一个人他为了生存 他有时候会在无意识当中吧 去干扰到别人的利益啊 感情的事先放一边 你看那个 那个王启明 他从那个戴威那里抢订单 更多是为了生存的 你看不过到最后 当那个戴威被王启明打下去的时候 说安东尼他又想再次扶持 戴威为了打击王启明 这个时候 但是这个戴威吧 他把自己的积蓄全拿出来 他说这次我们不要再互相咬了 我们要团结起来 安东尼这个老狐狸 我们不要再中他的圈套了 我就对这个美国人肃然起劲啊 安东尼想再次扶持戴威 戴威说我不跟你安东尼玩了 我把我的钱全都给王启明 你老狐狸玩我 是吧 我感觉这个戴威新增大呀 要说这个人与人之间吧 这些友情啊 你看这个最后一集 能够看得出来 王启明他在北京的发小啊 他也要来也要来纽约啊 但是王启明就像当初姨妈扔他一样 把他扔在那个出租屋门口 也是同样缴了一个要房租 再给五百五百美元 扬长而去 那个发小在在在在那个 门口打大骂 王启明 我操你老了 你个王八蛋 不是东西 是吧 骂 其实就是这样 你来到海外 刚刚是没人欠你的 帮你是勤奋不帮是本分 那你再看看这个 王启明跟大理的友情 那为什么会这么坚固啊 因为他们是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啊 一个餐馆里打工 一个宿舍里睡觉啊 对于海外的生活啊 他们是有着共同的体会知道吗 他们在共同的话题上能够在心灵深处做到同频共振 所以说王启明发达了 他愿意拉兄弟吧 他甚至说在大理他去世的时候 他也给他买了个墓地让他永远堆断了美国 你说再说关于这部剧对于感情世界的描写 他也写出了挺真实的一面 因为这个海外的华人 你华人女性吧 很多就是愿意去找白人结婚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啊 你看那个那个阿春 王启明的情人阿春 他的前夫呢是美国人 而郭燕呢嫁给戴威也是美国人啊 不过呢 我相信啊 从此至终啊 王启明他都是爱着郭燕的 内心深处 他们都是互相牵挂着啊 但是呢 他也他也爱阿春 这就很矛盾了 人都是很矛盾 人性有时候是很矛盾的 总结来说吧 这个海外生活吧 你从这个剧里边 你就能看到海外生活 它是一把双刃剑 他能够斩断所有的亲情友情爱情 你看郭燕跟他姨妈的亲情淡漠了吧 王启明跟郭燕的感情破裂了吧 王启明跟他的发小友情翻船了吧 这个海外的生活 他也是一个试听师 他能够让你看到最赤裸裸的人性啊 你王启明他即使每天能够给阿春 共赴乌山 他每天你弄我弄亲情热热 但是他内心中他也切花着锅叶啊 王启明吧 他给大理买墓地 来祭奠他们的友情 你看王启明快要破产的时候吧 大卫又拿出所有的筹码去雪中送他 又去帮了王启明吧 这也流露出这个人性中他最美好的一面啊 其实这个联系剧他说吗 说你要想爱爱一个人 你让他来纽约纽约是天堂 你恨一个人的来纽约纽约是地狱 其实海外生活吧 他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啊 你来到海外 你会失去很多之前你拥有的东西 你也会在探索新生活的过程中 去得到新的东西 人生这一辈子很无常 你总有得失吗 你在解决生存这个大问题之前 你谁也无法跳出三节外 不在五行中 人的江湖 总有江湖恩怨烦着你啊 如果有人曾经帮助过你 我觉得你应该内心铭记 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我内心当中我是非常感激他们的 我现在我有能力的怎么说 我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我去帮助比我更恶小的人 当我有能力呢 我会帮助更多的人啊 但前提是呢 你不能说让我自己弄的啊 就是说 占用我自己太多的去谋生的空间啊 这个不能冲突啊 要是说有人曾经要是帮你呢 你也不用去想什么回报啊 他不坑你就是对你对你最大的回报了啊 但是呢 千万不要去伤害别人 伤害别人 我觉得会遭报应的 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吧 我应该吸取教训啊 能原谅就原谅 不能成为生活的绊脚石呀 人生嘛 都得继续 除了生死啊 都是小事 这个视频呢 也就是献给所有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吧 啊 关于我自己的事呢 聊的比较少啊 主要是根据这部剧啊 一些情节啊 聊聊我的看法 嗯 以后有机会我会聊聊多聊聊我的故事啊 现在时机还不太成熟啊 总之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可能聊一些所谓负能量的东西太多 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这个老黑呀 这个老聊这些东西呀 能不能聊点正能量呢 咱们就聊聊感情吧 我知道这个视频肯定也不太受欢迎 预测量也不会太高啊 但是这都没有关系